有一句古话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,画虎画皮难画骨。 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中,不可避免地会和各种人打交道,人情世故最难处,成也朋友,败也朋友。 善良的朋友,如同前路上的一团火焰,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,而那些狠心的人,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,带给我们各种负能量。 身上有这几个特征的人,面善心黑,不值得深叫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一览国学。 人的眼睛有五、七十六亿像素,却总是看不透人心,想要看清一个人。 只能静静等待,真的假不了,假得真不了,时间会告诉你一切。 战国策里,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,魏王送给楚王一位美人,楚王非常喜欢,常常和美人在一起。 郑秀,本是受楚王宠爱的妃子,自从美人来了之后,她就被冷落了。 为了重新得到楚王的宠爱,郑秀想到了一个毒计并且不动声色的实施了。 郑秀把美人当成自己的姐妹一样看待,为美人送去梳妆打扮的东西,还常常和美人交谈。 看样子,郑秀比楚王更加疼爱美人,楚王对郑秀大加赞赏。 认为郑秀有一颗忠心,从此,楚王不再认为郑秀和美人之间会争风吃醋。 有一天,郑秀对美人说,大王很喜欢你,就是你的鼻子不太好看,所以你见到大王的时候捂住鼻子。 楚王看到美人捂住鼻子,一脸狐疑。 郑秀解释道,他讨要大王身上的气味。 楚王勃然大怒,割掉了美人的鼻子,把他打入冷宫。 顺理成章,郑秀稳定了宠妃的地位,他的毒计成功了。 后人评价,郑秀美丽的外表下是蛇蝎一般狠毒的心。 分析郑秀的经历。 在结合现实社会,不难发现,面善心黑的人,有以下几个特质。 善于伪装。 有句谚语,诡计需要伪装,真理喜欢阳光。 越是让人不易察觉的东西,越有可能是阴谋诡计。 暴风雨来临之前,会有片刻的安宁。 蛇虫想要攻击别人的时候,总是折服在不远处,虎视眈眈,还会躲过别人的眼光。 要知道,不管一个人伪装术有多高明,总能够瞧出端倪。 比方说,恶毒的人,假惺惺对别人好,脸上有笑容,也会有狡猾的表情,眼神是游离的,他不敢和你对视。 怕你洞悉到他的内心世界,这是做贼心虚的结果。 当对方不动声色的时候,你就静观其变,把自己当成旁观者,不掺和其中。 对方拉拢你,你就假装靠近,不和他说掏心掏肺的话,不做出任何承诺。 善于计谋,借刀杀人。 俗话说,人无远虑,必有近优。 面扇心黑的人,也懂得深谋远虑,他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。 别人对你好的时候,你就留意一下,他为什么对你好。 一般来说,心狠的人,做任何事情,都是为了一己私利。 比方说,女人为了留住自己喜欢的人。 会伤害和这件事有关的人,女人也会为难女人,闺蜜之间的争风吃醋,就说明了这一点。 在郑秀算计美人的故事里,他的最终目的是把美人从楚王身边赶出去。 可是郑秀没有那么大的本事,因此他借用楚王的力量,让自己的阴谋得逞了。 狐独借着老虎的威风,让自己当了一回山大王,这样的计谋看似简单,却令威风凛凛的老虎都上当受骗了。 由此可见,面扇心黑的人,喜欢暗中挑拨关系,做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,并利用非常厉害的人,去制约他的对手。 善于欺骗,心口不一。 郑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美人,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,在楚王面前表扬美人,其实是设计好的。 一个处心积虑的人,哪有一句真话? 多年前,我的伯父遇到一个打扮朴素的老人,老人说,他知道附近有一块宝地,曾经是大地主家的祖坟,里面埋藏了很多玉器。 伯父信以为真,和老人一起去寻找,不一会,找出来一个金手镯。 老人让伯父给他五百块钱当路费,他要去大城市找一个行家里手来,把金手镯卖掉,然后一起分红。 伯父心想,金手镯在自己手里,也不怕老人跑掉,果断拿出五百块钱给老人。 过了一个星期,伯父发现金手镯变色了,手镯是一块废铁做的。 菜根坛,有盐,阴谋怪习,一行其能,巨事涉事祸胎。 奇怪的事情,都是孕育祸事的根源,过分美好的话,肯定不是肺腑之眼。 天上不会掉馅饼,那些突然降临的好事,千万要躲开,多半是别人设立的陷阱。 虚情假意,人在职场打拼,我们要戴上某种职场的面具,即使内心再不高兴。 也要装作一副敬佩服气的样子。 这原本是职场的法则,无可厚非,可偏偏有些人,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 表面上阿谀奉承,背后却到处说你坏话。 他们愿意接受你的帮助,却从来不肯为你付出一丝一毫。 他们会假装和你是好朋友,实际上只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信息, 而一转眼,他们就会将你的话说出去,在背后狠狠出卖你。 在他们的心里,从来没有别人,有的只是自己。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,一定要尽早远离,就算是他今天会对你笑脸相迎,不代表他明天不会出卖你。 两面三刀。 博洋在《博洋约》中写道,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,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。 追逐名利,原本是人的正常所想,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和未来。 可是偏偏就有些人,为了自己生性博良,在利益面前,他们不顾自己的底线,更不会去考虑他人的情况。 职场中的这种情况,更是较为普遍。 为了某一个职位,有些人会在背后举报,造谣重伤,或者会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,或者会发动群众给你投反对票。 在他们的心中,这个利只能是自己的,不能被他人得到。 他们的心里无法接受他人的优秀,不能容忍他人过得比自己好,他们总是四处标榜,我才是最棒的,其他人都不行,我是千里马,只缺一个伯乐。 那语气,似乎全天下人都欠他一份情。 没有了道德底线的人,千万别和他走得太近,他今天可以伤害他人,明天也可能会伤害你。 人品不正,则有,重在品质。 一个品性端正的人,就像是一棵松树,遇风雨而不倒,他们是我们人生的指名灯。 能为我们照亮方向,在我们走偏的时候,总能将我们拉回正途。 可有些人,阴险狡诈,谎话连篇,自私自利,背后嚼舌头,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,他们会甜言蜜语,给你送礼物,说好话,而一旦用完你了,立马翻脸不认人。 若是有人需要他帮忙,他一定会在心里算计来算计去,看看自己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,千万不能吃亏。 他们永远像一个精明的数学家,不吃亏占便宜,是他们为人的原则和底线,除此之外,其他的都不重要。 若是和这样的人走得近,将来总有一天,会被他深深伤害,还不如趁早远离。 见不得别人好,人性里最丑陋的恶,就是见不得身边人好,面善心黑的人。 他们的脑海里总是不甘心去嫉妒,即使你对他再好,只要你有喜事了,他的内心就会不平衡,内心仇视和嫉妒。 尤其是面善心黑的人,平日里往往表现得像个君子,实则笑里藏刀,功力也很强,他表面对你赞许有加,内心却早已渡火中烧,有机会就得黑你一把。 面善心黑的人,擅长伪装自己,总是戴着一副面具,你永远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 遇到这样的人要避而远之,否则最后吃亏的就是自己。 因为这样的人心机太深不可测,做事无力不枉,一切以达到目的为准则,为达目的,什么无情的手段都能想得出用得来,若是碰上以上这样的小人,能躲则躲。 朋友在京,贵在真心,教人要交心,你真我就真,你假我就转身,面善心黑的人,往往有这样的特征,遇到了要趁早远离。 进朱者赤,进末者黑,不要与面善心黑的人来往,千万不要招惹他们,离得越远越好,不要自认为除乌尼而不染。 等到你后悔了,已经来不及了,远离那些面善心黑的人,若是与这种人交往,除了伤害你,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,他们城府极深,阴险狡诈,和他在一起,你能有什么好结果? 人想要一生少走弯路,在人际交往中就要掌握识人变人的能力,与人结交的时候,要懂得明辨是非,如果你遇到了面善心黑的人,静而远之,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 不管和谁在一起,要牢记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训。 无缘无故对你好的人,多半是贪图你身上的利益。 想夺走一些什么?你接受他对你的好,就是拿人手短,吃人嘴软,以后你要做很多碍于面子的事情,处处都会被对方制约,你还不能拒绝。 一个非常强大的人,对你和颜悦色,不要以为他能够一直对你好,他要是喜怒无常的话,单凭一些片面之言,就能够置你于死地,你没有办法和他对抗。 一个外表柔弱的人,他想办法得到你的怜爱,其实是在算计你,或者借助你的实力,去做见不得人的事情,他并不柔弱啊。 提醒一句,真正的小人不可怕。 他不会伪装,随时都会暴露自己,伪君子才是最可怕的,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,也许他拿着刀子,你还以为他拿着玫瑰花。 总而言之,教人要教心,人与人交往,拼到最后的是人品,也奉劝那些新读的人,坏事做绝了,伤人伤己,需要警醒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